全球疫情的冲击航空业面临严重的亏损 不过就在台湾疫情逐渐趋缓的同时 新宇航空就宣布了将从6月份开始 恢复澳门以及槟城部分的航班 而下半年也会规划东南亚的新航点 而至于成容部分则表示了 这疫情稳定之后也会规划增班或者是新的航线 空服训练女教官带大家参观 新宇航空年租金高达6000万的豪华总部 执行长翟建华透露随着疫情趋缓 新宇航空将恢复飞往澳门及槟城的航班 6月1号开始我们先少量的部分恢复客运的航班 马靠的部分的话每个礼拜会恢复三班 在槟城的部分的话会恢复一班 恢复疫情相对趋缓的城市航班 逐步增加各航线载客服务 不过在飞机上防疫不松懈 空服员全程穿戴隔离衣 手套护目镜 美牌中间位置不安排乘客 暂停WiFi服务 机上其他服务 餐饮免税品销售等大致正常供应 目前新宇将部分既有航线 转为货运持续维持营收 另一方面正准备明年将有 10架飞机交机下半年也会有新的规划 疫情如果能够减缓的话 我们可能在第三季也规划在第三季 甚至在第四季的部分的话 会有一些东南亚的新航点 还有一些日本的航点会慢慢的出来 受全球疫情冲击 不少航空业面临停摆亏损状态 在台湾守住防疫第一线后 新宇开始计划复航 另外两大国籍航空 华航则表示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亚洲 欧美及澳洲等各区 都有部分航线维持营运 并没有全线停航 长庸则是因一个国边境管制 航班有增减易动 不过在疫情趋缓后 也规划增搬或新航线开航 有专家建议 目前如果要出国旅游 可以选择澳门 香港 疫情相对稳定 再来是澳洲 纽西兰 冰岛防疫比较成功 日韩 新加坡等亚洲地区 大概再等一个月观察看看 欧美地区则暂时还难解禁 东森新闻 叶明松 SN角组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合你